大家午安 我是秦燕盈 歡迎來到全球大量化 好每個禮拜四 中午十二點半 我們準時和大家一起在線上見面 當然了 午餐時間要馬上來邀請到我們非常非常厲害的郭震亮老師 大家好 好亮哥呢今天要好好來請教您一些有關於金磚的問題 主要就是因為呢 其實在這個星期二十二到二十四號金磚峰會在召開 這一次比較特別的是大家都在講啦 這是不是全球西方以後就要對上全球南方了 因為有很多的國外的專家他們的講法是說 即便這一次看起來 maybe也許在擴容 就是他們的這個成員擴充上 可能還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具體的成果 但問題是有一點他們確定的 不管成果是什麼 就是呢 他可以把整個全球南方跟中國拉在一起 那是另一種的來對抗西方 應該要怎麼樣來看這個金磚峰會 等等請亮哥來解析 好另一件事情呢還有什麼 還有就是從今天開始二十四號 日本要開始排放核廢了 好排放這個核廢水 這件事情呢 其實中方這邊很在意 那台灣也有很多人很在意 但問題是有一個國家 突然之間說 欸我不支持也不反對 那你想那你的立場是什麼 是韓國 韓國轉折點在哪裡 會不會是去了美國一趟之後回來 什麼都不好說 好等等要一併的來跟大家講 不過呢在節目開始之前要先告訴大家 我們的新聞大白話現在全球直播 以前呢你可能要隔一天 特別在台灣的朋友隔一天才能夠看到 我們在網絡上面的節目 但現在我們只晚15分鐘就可以跟大家全球一起都同步看到 所以也歡迎大家在聊天室裡頭隨時跟我們互動 我們會隨時來看留言 看能不能夠來及時的回覆您的提問 好馬上要來開始了 來請教亮哥怎麼樣來看這一次的金磚 這次金磚習近平來到了南非 那大家就講說 哎呦一下飛機之後呢 南非總統來迎接 然後呢也跟南非總統開了一個首腦峰會 做國事訪問 可是到了晚上呢 本來說好要演講的就是工商論壇 但就很多美國專家他們在講啊 怎麼沒有看到習近平 習近平這一次基本上他的這個演講他是有有備而來的 因為他特別強調什麼 他說不論多少阻力金磚國家都會蓬勃發展 他特別強調的是 他們沒有稱王稱霸的基因 然後他還特別用他的聲音去錄了一個宣傳片 問大家你要和平還是要戰爭 你要不要發展 哎整個淨調就把他給定出來了 這一次呢他是希望帶著大家 一起往前走 還說可以跟所有的人一起分享紅利 當然了每一次出訪呢看到 嗯這次第二次嘛 好上一次是去俄羅斯 上次也是帶了蔡奇 也是帶了王毅 這次同樣大管家也都有帶著 你怎麼樣來看這一次來到了南非 有人說他是來故莊的 你怎麼看 這次來他是開三個會啦 一個是中國跟南非的高峰會嘛 一個是中國跟非洲的論壇 另外一個就是金磚會議 那那個工商論壇碧幕寺他有去啦 那就是他自然在那邊做了一個演講 他是碧幕寺 那開幕寺因為工商論壇本來他就不一定要去了 因為今天才是高峰會 嗯 那這次的峰會坦白說啦 這個是金磚有史以來最受矚目的一次啦 因為他以後可能會改名為金磚PLUS 那這個PLUS啊因為有興趣的國家實在太多了 二十幾個 目前傳出來是22加1啦 一就是巴勒斯坦 那比如說中東 蘇地阿拉伯 阿聯酋跟伊朗都要參加 嗯 那這個非洲 非洲更是主要國家都要參加啦 比如說北非就是埃及跟阿爾及利亞 西非是奈及利亞 那東非是伊索皮亞 那南非本來就在裡面嘛 是 然後亞洲我們就看到這個孟加拉啦 還有泰國啊 還有越南 我認為印尼稍晚也會表達態度啦 印尼應該也會參加 然後藍美洲就是阿根廷嘛 那這裡面當然比較耐人尋味的是 未來啦 墨西哥的態度 墨西哥比較尷尬啦 因為美加墨自由貿易區 那你幾乎可以看到除了墨西哥之外 還有委內瑞拉也要參加 喔對 南原大國都來了 對對對 所以 它這裡面大概OPEC Plus 裡面所有的主要國家都在裡面 還有中東還有伊朗 嗯 那所以大家就會 這個有興趣 就覺得說這個好像就是一個 俄羅斯加上全球南方的 就是一個金裝會議 未來它的性質就是全球南方加俄羅斯嘛 因為俄羅斯並沒有被殖民的經驗啦 所以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那大家就會好奇他們要做什麼啦 那初步你可以理解它 很可能會未來會變成G20 或者聯合國有關那個金色會議的 這一個圈子的會前會 就是比如說 我們看那個廣島今年開G7 是 那G7事實上就是 已開發國家在G20的會前會 對 那金裝會議未來 很可能也會變成 開發中國家的G20的會前會 那這樣不就是對著幹的嗎 就兩個集團了 就兩個集團 對 以前是讓聯合國也有人想辦法 要把第三世界國家整合起來 那可是後來就產生了77國集團 可是沒有任何功能 那這個我覺得有幾個原因啦 第一個就是它沒有一個骨幹國家 骨幹國家就是說它的GDP要相當大 然後跟各國都有密切的關係 那現在開始有了 那這個國家將來叫中國 因為中國跟141個國家是最大貿易夥伴 然後它的GDP是17.7兆 美元是印度的5倍多 所以它當然就產生了一個骨幹國家啦 這個以前是沒有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俄乌戰爭的背景 因為美國把SWIFT拿來當作武器 所以使得很多國家 開始認為他們應該要發展 這個非SWIFT的支付機制 那很多國家都有這種危機感 所以美國把SWIFT當作武器 去制裁別人啊 那怎麼知道以後不是我咧 哪一天會不會弄到我 不知道嘛 所以大家就說 那我們來搞一個機制這樣 那第三個就是美元暴力升息 很多人付那個利息付得很辛苦 對 那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你怎麼可以一個國家 你濫用你的美元地位 那大家 事實上除了少數國家之外啦 因為中國大陸 當然它的美元債是基本沒有啦 因為它是粗糙嘛 可是大部分國家都是有美元債務啊 那你突然升息了那人家怎麼辦呢 所以他們等於就是對 美元霸權 美國濫用它的美元地位的這些行為 感到不滿 那當然也包括美國所主導的 二戰之後的金融秩序啦 那主要的代表就是世界銀行 還有國際貨幣基金會 它往往在援助別人的時候 都附帶很多條件 那他們也感到不滿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事實上是有一些短期長期的因素啦 長期的因素就是 對美國主導的這個 國際的金融秩序不滿 這累積很久啦 包括世界銀行 那基建 我想要貸款一個10億以上的金額 基本上貸不到 那我們隨便講個項目 比如說中老鐵路 總金額就是59億美元 59億美元 那中國大陸提供的是35億美元 包括持股跟貸款 這個世界銀行就是沒有這個功能 然後在 所以才會產生的 這個2016年的亞投行嘛 對 所以我說這個是長期的背景啦 因為基建始終是 基建的貸款始終是供不應求啦 所以就需要建構新的 比如說金鑽銀行就有新開發銀行 那第二個是短期的金融因素 那我認為就是美國自己造成的 就是美國暴力升級 你完全從自己國家的立場考慮 你以為你要壓抑你的通膨嘛 那你就不管其他國家 美元債的情況 你就自己升級啦 那第二個就是俄乎戰爭嘛 美國把Swift拿出來當作制裁工具嘛 這兩個行為讓很多國家都不能接受啦 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因為 中國願意出來承擔嘛 因為這個出來承擔是要付代價的 當大哥是要付代價的 當大哥不是口頭說說就好 東西要拿得出來 我舉個例子啦 我舉兩個例子啦 這個金鑽銀行就是新開發銀行 他的資本金是1000億嘛 是 那中國出了410億 那可是他並沒有得到特別的投票權 他跟大家都一樣 這種國家你去哪裡找 他出了41% 是 OK 那第二個就是 他最近就開始展現他的誠意啦 比如說阿根廷欠了國際貨幣基金 喔 對 那個 我們知道他欠了這個39億美元嘛 嗯 那 喔 我說錯了 27億 27億美元 那中國大陸就幫他承擔了17億 用人民幣來還 嗯 所以這個當然是有風險的嘛 所以你就看到人民幣的匯價在跌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他願意做 嗯 那事實上這個金鑽國家裡面 坦白說啦 唯一在這個國際貿易上有份量 然後他的貨幣被看好的 那就是中國嘛 嗯 所以你就把這些議題加種起來啦 那你就為什麼會受到廣泛的關注啊 比如說BBC啊 美國的媒體啦 對 都密切關注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里程碑的事件啊 就是 二次大戰之後 大概是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啊 要建立 要建構一個新的制度架構 嗯 的一個里程碑的事件 嗯 就這些國家都加進來之後 我們說加進22個 那既有的5個 那就27個 嗯 加巴勒斯坦就28個 對不對 那後面還有人在排隊 嗯 那目前他的 本來那個金磚啊 他的GDP 大概還落後G7有一段距離啦 G7大概有42吧 嗯 那金磚大概是20幾吧 那我認為在 這一番的擴充成員之後 他大概會到35 嗯 我就是用美元計價的時候 OK 那你如果用本幣計價 那早就超過了 對啊 嗯 那未來他們一定會 在聯合國開會 或G20開會之前 提出他們的主張 嗯哼 這我們叫會前會嘛 那其次就是會建立金磚支付機制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一直在討論 就是說非Swift 對 那這個會包括比如說 中國自己有一個CIPS嘛 俄羅斯也有 伊朗也有 印度也有 那他們可能都把它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 那整合起來我估計啊 初期可能會 有4000英家國際銀行加入 很多耶 屬於的是1萬1 嗯 那以前各國的力量 比如說CIPS 中國的 大概都只能夠湊到 差不多2000家 嗯 那那個就沒有擴散性 對 所以這裡就會 為什麼說對 國際金融秩序會產生衝擊 因為 因為這兩個並不互次 嗯 就說唉參加了國家了 而且或者是你不一定要參加金磚 這個金磚支付機制你 非金磚成員也可以用 你只要不拿美元都可以用 換句話講是這樣 也不一定是美元 它只是不同的支付機制 嗯 就是你不想要換美元的時候 其實你也許可以考慮嗎 也不一定也可以用美元 也可以用美元 他們也不會排斥啦 嗯哼 它只是不要讓你美國查到 哦 重點是查到 哦 因為 目前的SWIFT裡面有11000家銀行 對 那如果裡面有4000家來加入金磚支付機制 是 那美國就不知道你的金流跟貿易的數量 對 你就不知道了 對 那這個對美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哦 因為它對全球貿易的估計會越來越失準 對 而且也找不到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的 它沒有辦法掌握流向 沒有辦法掌握數量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啦 那接下來才是你剛剛講的非美元的部分 嗯 就是 我金磚支付機制一旦建立 那假設有4000家銀行進來 對 那我認為就會有一些歐洲國家願意參加 嗯 那他們是欲 他們是金磚之外的國家嘛對不對 嗯 可是一定會有一些國家有興趣的 因為 他沒有 他當然也希望他部分的交易不要讓美國知道啊 嗯 而且人家就會開始好奇啊 就是 欸金磚國家在幹嘛 因為他可能會 有一些 我們所講的金融改革的福利出現 比如說 那個SWIFT的手續費 那是很貴的 對 那美元的匯率也是很貴的 嗯 因為你要匯錢嘛 換兩次 而且你換 還要再換回來 你要換兩次啊 對不對 那 還有未來他這個新開發銀行 如果有真的發出現了所謂的 金融危機的處理 或者是我們講基建的融資啊 我相信他的利息也會比世界銀行便宜 然後也不會像國際貨幣基金這樣附帶條件 這麼友善 不過他現在已經在做了 目前就是沒有嘛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他簡單講是他是有競爭性的 那所以人家基於保密原則 基於保護自己國家利益原則 基於他比較便宜的原則 就會很想參加嘛 那這個就一定會擴大到所謂的本幣的交易 因為既然要用這個支付機制嘛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美元嘛 嗯 比如說巴西他就 魯拉就是很主張這個嘛 是 那 這個當然就是雙方只要願意就可以進行 嗯 那大家比較好奇的是 他會從哪裡開始 所謂哪裡開始就是說 會不會從人員交易開始 啊因為這次能不能原大國都來了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當然是這樣 嗯 那如果這樣美國大概就要緊張啦 嗯 因為 美元的 我跟你講喔 美元是這樣的 那個 美國在海外的 他自己掌握不住的美元大概是80兆 OK 大概是80兆 那美國的GDP是25兆嘛 嗯 OK 你就可以大概估這個量 是 那 他就是因為有這麼大量的美元在外面流通嘛 對 所以為什麼全球的貿易支付 他佔了80幾% 他大概佔83% 那因為過去他都是壟斷的嘛 所以呢 我們就從1980年代他的各國的儲備貨幣 嗯 大概本來是81% 那 因為他就是不斷的印鈔嘛 印到大家 就開始有防備心啊 那降到今天 各國的儲備貨幣他佔59.2% 嗯 他在下降 嗯 那我敢說啦 金磚只要成立之後 他沒幾年就跌破50了 這麼快 儲備貨幣 嗯 不過儲備貨幣主要的意思是 他要有地方用得著嘛 對 主要就是因為貿易嘛 對 因為貿易目前所有的人員交易 跟糧食貿易都是用美元 那半導體就不用講了 那一定是美元 不過半導體的量不大 嗯 全世界一年大概只有6000億美元 嗯 可是人員跟糧食那都是非常大的數字 嗯 那都是好幾兆的啦 那 如果以後人員交易可以不用美元 那你認為 我有必要儲備美元嗎 就我本來需要這麼多的美元去買能源買石油 但是我現在欸我不用拿美元我也推嘛 對 那我為什麼要給他再貴一次 因為我們這裡就回到貨幣的本質啦 對 貨幣的功能有幾種嘛 嗯 第一個就是儲備貨幣 是 那 用儲備貨幣的主要原因當然就是相信你價值的穩定 當然 那你一天到晚給我升息啊 嗯 你變成不穩定貨幣啊 嗯 因為我造成了我一大堆美元債我都升息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 你每在一直印啊 你現在負債已經到31 31.5兆了欸 我怎麼可能 如果你開始貶值呢 這就是我們講的那個價值的穩定性的問題 那價值穩定性就會連動到儲備貨幣 嗯 那儲備貨幣當然有支付的需求啦 那就是因為貿易貨幣 第一個就是貿易 交易 嗯 那我剛剛跟你講了嘛 人員跟糧食交易都是用美元 是 所以全世界有80%幾% 貿易都是用美元 對 那金磚支付機制一旦形成之後 能源大國他們都在這裡頭了 那你可能就要降到 我認為他很快就會跌破80了 嗯 那也許先降到75吧 那再看看 嗯 那美元獨大的地方是哪裡呢 糧食 投資交易 喔 投資交易 喔 對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人民幣不是一個自由的貨幣 自由的貨幣 那他也怕你的圖鷹來狙擊啊 嗯 所以美元他獨特的優勢是在這裡 嗯 就是他作為投資貨幣 是壟斷全世界啦 包括外匯交易 嗯 股市 債市 嗯 還有 其貨嘛 他全部壟斷 全部壟斷 這個我認為在短期內沒有解啦 嗯 因為 坦白說啦 英國跟美國荷蘭這些國家 是金融資本的 就是歷史悠久嘛 人家已經累積了200多年的歷史 所以他的貨幣基本上是完全自由化的 這個中國大陸不敢啦 他怕會亂 嗯 而且 我剛剛已經跟你講了嘛 這個世界上流通的 美元是80兆 美國自己 GDP才25兆啊 對不對 所以那這個 80兆到底掌握在誰手裡 跨國資本的手裡啊 嗯 對不對 那這個跨國資本 到處都要來 放空啊 幹嘛的齁 所以中國政府會怕 所以他會慢慢來 他會從 儲備貨幣跟 支付 還有貿易開始 嗯 那這個就構成美國很大的挑戰 因為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儲備貨幣啦 支付啦 貿易啦 然後人民幣逐漸開始上升 其實我們不要去想說 人民幣一下 他的支付佔比就會到10%啦 不容易啦 對對對 我們用SWIFT來看嘛 SWIFT目前 那個美元的佔比是42 支付啊 那歐洲大概33 那人民幣只有2.7啊 是 那我覺得這個是慢慢來的 可是我們知道美元會下降 就是 中國大陸也許會升到4%5% 這有可能 人民幣 可是更多的可能是本幣交易 就是各國在那邊用本幣交易啦 那不一定是人民幣啦 那當然 你各種貨幣有時候人家會不相信嘛 比如說俄羅斯就不願意用印度盧比嘛 對 覺得沒那麼穩 對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找第三貨幣 對 那結果 俄羅斯就說我要人民幣啊 那你就想辦法去市場上買人民幣嘛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首先是從支付 從儲備貨幣 因為人民幣比較穩定 相對於美元 從這裡開始的 然後逐漸的就去影響到全球貿易的占比 那這個當然 你這個就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啦 那逐漸的 中國大陸開始比較有信心了 他就會開始增加境外人民幣的發行規模 因為目前境外人民幣只佔人民幣總量2% 對 很低很低 非常低 非常謹慎 因為他會怕 他會怕 他怕是合理的啦 因為他知道全球金融資本的厲害了 這也不是哪個政府控制的 就是華爾街控制的 講白了 就是賺錢 又要一股腦就來了這樣 他會來放空你啊 會來狙擊你的目標啊等等 這個中國大陸是非常謹慎的啦 所以你不要立即把它聯想成說 哎呀貨幣戰爭要開始了 人民幣要期待美元 你這樣理解就錯了啦 金磚會議真正的價值是第一個 他要建立金磚支付機制 那使得支付就屬於一個比較安全的狀態 這是第一個啦 那接下來才是本幣交易 對 那這兩個有可能結合嘛 所以你剛剛就會問說金磚支付機制 可能到最後大部分都是分美元交易 這當然有可能 對 這當然有可能 那 可是也不一定這樣 因為也許有人願意用美元啊 可是至少這個管道美國不會知道 就雖然是用美元 可是美國不一定會知道 因為美元的私人的機構實在太多了啦 所以我簡單講就是這個是對 美國所主導的二戰之後的金融體系的空前挑戰 以前從來沒有這麼有力道的國家集結起來了 那挑戰你的世界銀行 挑戰你的國際貨幣基金 挑戰你的所有的支付機制 那 這個一定會連動到全球貿易的變化 那這個對美國來講 進一步就是 對各國監控能力的下降 因為他不知道你的貿易流向 那 這個美國再怎麼去 去擴建CIA也沒有用啦 等於就是你找不到金流嘛 對 找不到金流 找不到貿易貨品之間的交易嘛 嗯 所以這個當然是空前的 而且 他們都是被殖民國家居多嘛 是 所以 他們非常了解 第三世界被殖民的悲慘經驗 知道帝國主義的種種 所以他必然會提出有別於美國的 那個全球經濟的主張啦 這個以前 我們說聯合國的那個 金色組織 所討論的那個經濟話題喔 從來都是美國主導的 到現在為止 包括我們現在看 提到了什麼 永續發展啊 包括什麼 這個 這個勞資要和諧啦 通通都是美國主導 過往我們在教科書上讀到的那些東西 通通都是美國 對 所以 這裡可能第一次會讓 中國大陸所主張的全球發展倡議 第一次有機會 要去攻聯合國啦 或者攻擊惡靈啦 說我們這個全球發展倡議 要來變成全球的主張 因為目前第三世界國家很多 跟中國都簽了這個東西嘛 對 他接受全球發展倡議嘛 那全球安全倡議到比較不一定 可是發展倡議非常多國家都簽了 那還有另外一個叫全球文明倡議 是 那個穆斯林大部分都簽了 因為穆斯林就是被歧視了很厲害的國家嘛 所以 所以我是覺得你如果從這個不同的層次去理解 你就可以知道為什麼美國會這麼緊張啊